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23日 明尼路主场高人一等 周四早上巴西杯第四圈首回合开打 届时明尼路将坐镇主场迎战法林明高 明尼路是该向赛事的未免冠军 而法林明高则是上届赛事四强之一 双方金杖交锋显然将被受关注 明尼路上既称霸国内两大锦标 成为巴甲和巴西杯的双料冠军 其中在巴西杯方面 明尼路的夺冠含金量十足 事关他们自第三圈开始直至登顶的十场比赛中赢下了九场 其中五个主场更是大获全胜 总得失求比位13比1 明尼路在金界巴西杯表现也相当不俗 他们在第三圈两战全胜 总共攻入四球而不失一球 期间前锋A莎莎还上演了帽子戏法 也算是围球队金界的未免巴西杯之路 开个好投 近况方面 明尼路经济进攻火力相当不俗 他们联赛至今已有九人打开入球账户 其中侯克以六球暂时成为球队神射手 况且金杖又是主场作战 当然看好明尼路顺利取胜 另一边乡 要数八甲上纪最失意球队 法林明高当属其中之一 他们虽然贵为上纪八甲亚军 但是完全被明尼路压制 对榜首位置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 在巴西杯中 法林明高也是毫不含糊的一路杀至准决赛当中 只可惜以一和一副的战绩被巴拉纳体育会挡在决赛门外 法林明高经济当然希望延续强势 再次向两项锦标发起冲击 但是他们在上轮联赛被视为本场比赛预演作客 零比二部迪明尼路后再遭重创 近五仗已经输掉了四场 球员如今士气好极有限 更何况 法林明高最近四次作客挑战明尼路均引恨而回 而且每场都至少失掉二球 他们此番挨兵出征确实难有作为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